这一件的话是我上次直播我买了70万 为什么买成70万 因为这一件底子太干净了 觉得这东西比较少见 而且肿很老 这个肿的话老老刚刚的 很多直播镇上我可以看不上 我自己买的 今天我要把它挖掉 把它挖出来 看看到底有多好 这个总是让人觉得看一眼的话就忘不了 有点冰杠 起杠位的这种没吹了 虽然小的那种总很好 我们直接把上面这个盖子把它拿掉 把下面这个盖子拿掉也可以都可以 拍干 好 就這樣好了 然后这件小木碎的话开完了 我们看一下啊 一开始很多老哥觉得说 这个石头会不会没有肉啊 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其实是个满肉的 因为它这种满皮的话 它不存在说里面会变肿 对不对啊 这个这种皮壳的话 明显就能感觉到 它就是一个满肉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方面这道裂 这道裂的话 我们也把那个挖了一下 不进啊 就是这个地方就停了啊 所以这边这一坨 它面上不是棉了啊 它这个是开完窗 肯定没那么好看的 整个的一个种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石头是种好的啊 然后界面肯定是有了啊 界面的话随便做啊 而且的话能做到蛮大一颗的啊 肯定是做那么满啊 做那么方界啊 刚刚好这个厚度也够啊 满界的话一般有个 嗯 养嚎的话是完全够了啊 一毫多啊 都是够了的啊 这个刚刚好 底子是很干净的 这个地方就看得到了 这里面 这个底子很干净 然后肿也老 这件的话是开涨了的 满满灯灯的肉啊 肿的话没有变化的 这些地方都是这个肿啊 因为它是一个蛮皮嘛 所以这件也是开得不错的 这个界面稳稳的啊 最近的话到时候看看怎么去处理啊 拿回家发发回锐利去磨界面也行啊 或者去这么卖也可以啊 黑度也好 种也好 对不对啊 老板 好吧 这期视频的话分享到这里啊 下期再见啊 来啦 啊 好 确嘮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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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